台北市长蒋万安 楚西早来到中山分局 中山二派出所视察 并发放小红包 感谢基层同仁的辛劳 大家轮班 24小时全天无休 在岗位上 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另一方面 也要向各位的眷属 表达感谢 因为各位的家人 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大家 还有袁静 送上亲手画的蒋万安画像 连蒋万安都赞不绝口 蒋万安初一将走访各大宫庙 初二初三则是要好好陪伴家人 传出蒋万安年后 将邀及台北市地委 针对北市建设 食安疫苗等议题讨论 被解读是为了插旗 2026 2028选举 开春吃后 当然会邀请大家 一起讨论后续 我们台北队如何来为市民 争取更大的权益 至于有港媒评论 蒋万安复选2024大选有功 认为蒋万安是未来重整 蓝营的政治新星 蒋万安表示 对这样的评价感到感谢 会在岗位上好好努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追用毒 台湾台北报道 大家就会评论 我来说 大家就会评论 好 我来带你 好 我来带你 大家就会评论